大家好 欢迎回到明镜连线 我是主持人卓贤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的最新情况 委内瑞拉在上周末又不太平了 又有反对派人士周六在首都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的支持者在维多利亚大道上会合 一边高喊杀人犯一边冲破防暴警察的盾牌组挡 要理解杀人犯这一说法 还得首先提到委内瑞拉的大停电 到这周一 委内瑞拉已经进入了全国大停电的第五天 许多媒体称之为史上最严重的停电 因为这是委内瑞拉在近年来延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停电 原因到现在还没有查清楚 尽管周一首都凯尔卡斯宣布部分恢复电力 很多人还在后怕不知道这一次的恢复电力能持续多久 停电至今已经造成了至少17人死亡 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批评是马杜罗现任政府的腐败和管理不力 导致了这一次的大停电 在与CNN的一次采访中 瓜伊多还称马杜罗应该对停电过程中的受害者负责 并称他为杀人犯 是他杀害了停电的受害者 而现任总统马杜罗 则把这一次的停电归咎在美国暗中破坏上 说是美国和反政府组织的颠覆阴谋 但同样的目前还没有消息指出到底是谁的过错 而因为停电 委内瑞拉的政府在周一宣布全国学校停课 商业活动都停摆 据路透社在当地发回的消息 委内瑞拉现状十分混乱 停电最直接影响到的都是居民本身 路透消息称 在加油站 人们大牌长龙延伸到街口 据加油站消息人士称 停电之下 全国1800个加油站 只有大概10家在正常运营 家家户户顶着大太阳排队买水 因为平民家里一般都停电停水了 在很多的便利店里 因为没有办法治冷 商家都直接给客人送芝士 蔬菜和肉类等等 有些商店还因为停电遭到了哄抢 而受影响最深的可以说是在医院的病人 据美联社周末发回的报道 因为停电 医院中的育儿保温箱没有办法操作 很多母亲只能绝望地看着新生儿 担忧他们能不能活下来 而这周末在委内瑞拉发生的另一件 值得关注的是来自纽约时报的报道 该报道报出上月烧毁人道主义物资卡车的 并不是马杜罗的军队 而是反对马杜罗的抗议者而为 纽约时报称讽刺的是最先指责马杜罗烧毁人道主义物资 和传播该谣言的正是美方的官员 的确在上个月物资焚烧的消息一出 先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发文 称是马杜罗跟他的追随者放火焚烧美国派去物资的 随后美国国务院还发布了一段 美国救援物资被烧毁的视频 并且写明这是马杜罗下令而为的 这一段被发布的视频随即被封转 在不同的视频网站和电视上都有播出 随后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和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 都跳出来指责了马杜罗 而纽约时报最新爆出的这篇报道 贴出了未经剪辑过的原视频 说网上发布的视频其实是被可以更改过的 说到中国 中国最近并没有再向委内瑞拉的情况进行表态 那么相比之下美方似乎没有缓下来的势头 周日博尔顿接受采访表示 瓜伊多仍然在斗争中战上风 说瓜伊多领导的反对派正不断地与军方接触 并讨论可能的结果 他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委内瑞拉的问题上 并没有放弃任何的选项 但是博尔顿拒绝做出是否会进行军事介入的这个预测 称还要再观察委内瑞拉情况在定 委内瑞拉的情况越发复杂 而这场停电引发的纷争到底谁才是祸害的源头呢 反对派上台之后 民众的生活是不是真的会有改善呢 在这一期的明镜连线节目中 我们就来探讨这个问题 拉丁美洲的长期观察者和分析员 现任哥伦比亚政府Colombia的顾问哈里 与我们进行了连线 哈里他专注于分析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 所以在我问及他觉得到底是什么 引起了委内瑞拉现在经济危机的时候 他表示其实委内瑞拉的经济 从至少六年前就已经开始走下坡了 只是最近媒体关注的更多而已 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 是委内瑞拉的经济结构过度的依赖石油出口 我还问了受访人哈里 他对纽约时报爆出的这篇 关于人道主义物资的纷争文章怎么看 他觉得他最直观的感受就是 所有关于委内瑞拉的现行报道和文章 都过分的政治化了 他说这个国家其实至少从六年前 就已经开始两极分化严重 人口的一大部分仍然支持 曹韦斯的价值观 反对任何国家政治的干预 而人口的另一部分则反对政府 恨不得马上逃离国家的经济危机和暴力 这双方一直都在僵局之中 不愿意接受真相也不坐下来讨论 我最后问哈里 他觉得瓜伊多上台能不能挽救 委内瑞拉于水深火热之中 他就表示并不一定 他举了墨西哥作为例子 说墨西哥花了十几年来调整经济结构 同样的如果委内瑞拉能想清楚自己要怎么发展行业 要怎么摆脱石油的依赖 也起码要花上至少15年才能调整好经济结构 不然一直还是会民不了商 哈里还跟我分析了委内瑞拉的外交关系中 一直被忽略的一个国家 也就是印度 印度是委内瑞拉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他跟我们简述了为什么现在 委内瑞拉应该更加看重他跟印度的关系 关于委内瑞拉形势更多详尽的分析 请听接下来我跟哈里的连线对话 首先儿我跟是的 您可以跟您有 Voド的iedzieć不许多 啥呢 你希望请尸W的东西伤部 �供师留ble 孙员 说实在古书 Venezuela is actually part of a series that the Wilson Center is doing on a few countries that are key economic or political partners for Venezuela so there's another paper on Russia and they had asked me to do the one on India and basically like you said you know it's not an issue that people talk about too much India's relationship with Venezuela so the point of the report is just to shed some light on what exactly is going on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nd when exactly did it start and what is the outlook for the future so I tried to outline a few things that sort of bind India and Venezuela together and it's pretty much just oil for now and I don't think it will expand into too many other areas anytime soon but in terms of oil you know Venezuela has a lot of heavy food and there are some private refineries in India that can define this heavy food at a reasonable cost and they are the ones who are buying Venezuelan oil so it's actually not really a conscious effort from the Indian government to buy the oil because Indian government companies for example public companies in India do not currently buy Venezuelan oil because the cost is just not justified they would have to mix the food with lighter grades of food to define it so it's the private sector and actually just two companies and this is something I've highlighted quite a bit in the Wilson Center report that Reliance Industries Reliance is the biggest conglomerate of company private company in India and the group works on various different industries but Reliance Industries is also the biggest private oil company in India and they have a refinery in the west coast of India in Gujarat which can very easily process the heavy Venezuelan crew so they get a lot of this in supertankers from Venezuela at a good price since they buy it in bulk and they've also signed a 15 year supply agreement with PDVSA with the national oil company of Venezuela in 2012 so it goes on till 2027 to buy between 300 000 and 400 000 barrels of oil sorry barrels per day of oil for these 15 years so I think this is the biggest thing right now giv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Venezuela the only other angle from India in terms of oil is the Indian investment there's about 2.5 billion dollars of pledged investment from India and these are mainly from three national oil companies not private companies and you know obviously you know that right now Venezuela is not producing much oil it's gone down to I'm not sure how much it would be today but it's about one or even less than one million parades per day of oil being produced in Venezuela so these Indian companies that have invested are not really you know they're not really producing much in the oil blocks that they have invested in so yeah why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right okay so so why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notice this relationship now um now I think because right now since Venezuela has stopped exporting to the US because of the US sanctions um India is the biggest buyer and not too many people would have realized the sheer quantity of oil that India buys from Venezuela and it has become more apparent now just because the US has stopped buying so it is the biggest source of foreign revenue of foreign exchange for for Venezuela right now and that foreign exchange as you know is is quite a precious uh commodity now in Venezuela they need the foreign exchange to to import a lot of other products that are essential like medicines and you know any any type of everyday supply and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prominent reason behind Venezuela's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um you know I think firstly the crisis has has reached a certain point to date in March 2019 but uh for anyone who's been following Venezuela for a while it has been the economy has just been uh falling into a complete decline I'm not sure since maybe six years or five years or so now so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that it's not something that has happened overnight uh even if the news cycle has caught it only recently but ever since about 2012-2013 uh and uh the fall in or the drop in oil prices the economy has been hit quite badly uh and to be frank there are a lot of structural issues apart from the fact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has really not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economy uh one of the structural issues is that uh Venezuela as a country never really stopped being dependent on oil imports oil exports so the oil exports I think should account for I think about 98 99 percent since the past 20 30 years it's been over 90 percent at least um so it's not something new they've been highly dependent on oil and that itself is not a good thing they needed to diversify many years ago and they haven't and the drop in oil prices and some really bad management of the economy by the current regime has I think led to where they are now right i'm sure you are aware of the new york times stories over the weekend that said the humanitarian aid was not yeah was not damaged by maduro's forces but instead it was caused by an anti-government individual so so what do you think we can interpret from this story yeah i actually saw that uh video uh right new york times yesterday i think i saw uh or maybe earlier today but uh you know to be frank i find it quite uh disappointing that even something like uh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has become so politicized right i don't think it should have ever become politicized because at the end of the day uh people are starving in the country people you know are not able to buy essential goods uh we've even heard about the amount of weight people in venezuela have lost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uh but uh i think it's unfortunate that the crisis has become so politicized and at least in terms of humanitarian aid it should be allowed to function without this politics if aid is required it should be able to uh reach the people that that need it whether it is through uh you know i'm not really sure uh as an observer uh as an observer of this uh crisis i'm not really sure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get humanitarian aid into the country and who should distribute it and all of that i don't have the answers to that but uh my guess would be that you should have some uh mediating or uh non-partisan agencies like the united nations the red cross uh to do this and you know it should be left to non-partisan agencies so that they can actually get it to wherever it needs to be and i'm sure un has been trying to intervene in these issues and they've just been kind of stopped by the current regime so so how do you think non-politicized agencies can ever intervene if maduro still in power yeah you do have a point there so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you're going to need someone to mediate over that um and because of what you just said i don't think it will stop becoming politicized so now that even the humanitarian aid has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it's hard for it to not be political anymore unless you have someone who can mediat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forces like you said it's it it is going to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another i really don't have a solution there i'm not sure what is the right way to go about it but obviously the solution has to be that whatever is required by the people uh should allow to enter the country another pretty worrying situation over the weekend is the uh power shortage and it looks like it's the worst in memory so you you previously previously mentioned that this crisis this economic crisis has been going on dating back to six years at least ago so why do you think this has reached this historical peak at this moment um from what i've read um i think the uh the national agency or the organization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electric power supply was uh like the government took control of that agency many years ago uh and since then uh i'm not sure how many years ago maybe three or four years ago uh but since then you know they have not done adequate uh they have not done adequate uh what do you call it maintenance of these uh power supply lines that of the machinery and you know i uh hopefully i hope that uh even things like power that's the most basic thing you can expect of a country that uh that is as uh resource rich as venezuela that actually until a few years ago until about a decade ago uh could boast a lot more things than just having uh you know electric supply but yeah it's just been a very haphazard management of of so many industries i can't even get into uh how badly so many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the country have been managed right so if the situation is so deeply rooted in in the country's history do you think even if guaido comes to power this can change no so what i meant was that the economic crisis right now is rooted more in the las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past few years but also on structural issues so in terms of the structural issues yes even any other opposition leader will have to deal with it for example even if guaido or anyone else comes into power let's even say this year or next year or you know whenever they do come into power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to turn an economy that is so dependent on oil exports and just diversify uh even in one government term it can take at least 10 15 years for them to build up some other industries build up some manufacturing services that can also support the economy so mexico for example today i think uh only about 40 percent of mexico's exports or maybe even less than 40 percent uh are commodity based and the rest is manufactured products but mexico took at least 40 50 years of uh you know heavily uh industrial policies to support the local industry to reach this point so even for venezuela they need to whichever government does come in they need to figure out what industries to build up in the short term what industries can support the country in the medium term uh can they do manufacturing uh of of vehicles of uh you know of household goods whatever it is they need to build up some industries that can support the economy when oil prices go down good point my last question would be what would you what would you hope people can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venezuela um i i think uh the one thing that i find most unfortunate is that about six years ago venezuela was already a very polarized country and now it is becoming even more polarized where you still have a good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that uh supports the chavistas and that does not want for example foreign intervention that does not want uh the us or any other countries to interfere uh militarily or you know with any use of force and then you also have a big part of the of the country that uh is desperate to get out of this uh economic crisis economic social crisis uh levels of violence also are so high now and there are many people who want to escape from that as well you know and unfortunately both sides have some validity both sides are uh speaking their version of of the truth so it is a very complicated situation and even if another even if the opposition for example does manage to come to power soon uh it's not going to be an easy situation uh what i can only hope for is that it has not become a protracted sort of uh violent uh transition i hope that the venezuelans and uh primarily the venezuelans themselves can find some sort of peaceful uh way to transition from this regime if at all they do uh that that would just be i think the ideal situation that we should all be going for any sort of military uh intervention will also will not only affect venezuela but neighboring countries as well uh in the region and it would be a real uh disaster if that ends up happening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harry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连线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我们下期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焦点啊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来谈一谈上个星期也就是3月11号发生了条新闻就是中国国际啊 电视台的北美分台啊这个频道的这个台长马进还有十来位啊这个频道的这个高阶层的管理人员都被中共的官方啊给召回了中国 那么这个事件呢也引起了多方的这个报道和关注首先第一呢美国司法部要求啊这个媒体这个机构呢要按照外国登记人啊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来要求进行登记所以呢之后这个中国环球电视台向美国司法部就提交了这样一个备案的文件 那么这个台长啊马进在文件当中呢就声称中国环球电视网并不听命于中国政府是一个独立于任何国家的新闻机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我们就知道这个马进在交给美国司法部的这份备案文件当中所声称的与中国政府无关啊是一家独立的机构到底是不是在撒谎大家看照片当中这是中国 啊官方媒体央视曾经对这个马进的一个采访的一个照片下面的这行字大家应该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头衔是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台长 这个中国环球电视网北美分台呢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它管辖下的一个海外的一个分台那么它的前身叫做什么呢叫做中央电视台啊就是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啊 以前就是CCTV News后来啊在2016年的时候才改了名字它改成了现在的这个CGTN也就是说这个媒体它是个百分之百的如假包换的中共的党媒 所以这个马进首先在提交给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办案文件当中声称这个机构这个媒体跟中国政府没有联系 这就是撒谎这就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么他在遮掩什么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撒这个谎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撒谎因为这样一个语言的表态啊 触怒了这个习近平或触怒了中国的官方所以又把他们调回去呢 那如果说像麻进自己说的他这个频道跟中国政府官方没有任何联系的话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把他们调回去照回去叫他们回去就回去呢 当然到底是不是因为麻进说的这个话惹来了这个麻烦惹怒了这个中共的高层啊 咱们往下说不一定是因为这个事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资料啊 那么这个媒体呢是在2012年的时候啊 2月6号正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就开播了啊 开播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叫做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 这一点都没遮掩当时这个中国官方政府也当时没有遮掩过啊 这就是中共的一个官方媒体 那么他在新闻报道的时候呢 最早啊 呃当时的那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呢叫焦力啊 焦力当时就希望借着这个海外的这个中共海外的大外宣啊 来提升自己在这个中共政治体制内的这个政治仕途 能够让领导呢 哎看到他做出的成绩 那么最早的时候呢 很有意思 这个相关资料显示啊 因为当时这个 可能这个这个焦力啊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一些想法啊 所以呢 在很多方面呢 可能做的有点过头了 所以后来有人说说焦力这个大外宣 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大跃进了 当时一口气呀 啊 这个焦力我们来看一下焦力当时一口气就建立了什么呢 除了这个北美啊 分台之外还建立了这个在在香港的亚太中心在伦敦的欧洲中心啊 还有这个在肯尼亚的非洲中心以及在这个南美在巴西里约的这个南美中心啊 一共建立了这个五个中心 另外这个五个中心下面呢 他还建立了五十个分站 把这五个中心要打造成为就是这个央视啊 在当地的分台 那么每个分台的这个编制呢 当时设定的是两百人啊 其中包括一百五十个人啊 要聘用当地的人啊 而且他的目的呢 不仅仅是把中国的声音啊 向这个海外来宣传啊 而且呢 他还要加上当地的这个报道啊 要加上国际的新闻 也放在当时叫做CCTV9频道啊 也就是现在的这个CGTN的前身啊 在他的新闻报道当中和这个CNN还有FOX等一些啊 美国的一些新闻媒体 包括其他国家的当地媒体的一些新闻呢 放在一起要表面上形成一个新闻竞争的格局 但是他实质上呢 他是希望用中国的世界观 当然了就是这个中共官方的啊 许可下的这个口径啊 再加上这个当地的新闻素材来巧妙的啊 来玩一些文字游戏 来玩一些新闻播报 那么他的目的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啊 这当时这个焦丽自己说 因为这种方式就相对容易呢 让这种外宣的资讯啊 让这种意识形态啊 政治目的比较强的这种新闻资讯呢 能够更好的更容易的被当地人所接受 那也就是说 这个媒体 他从最开始的设置 就是一个包装的极其精致的一个中共的党宣工具 那么他在这个宣传当中 他还做了哪些就违反一些啊 国际这个新闻道义啊也好 还是这个人权精神也好 他都违反了 比如说啊 咱们比如说 在这个去年11月的时候啊 这个CGTN 也就是这个美国啊 中国这个国际电视台 美国分台 他播放了当时 嗯 一条对这个中国拘押了 数十万名这个维吾尔人啊 就是后来这个媒体当中 我们经常会播报的这个啊 叫做维吾尔人的这个啊 拘禁营 那么这个拘禁营的消息 当时呢 这个中共官方要求呢 啊 北美分台在播报这类新闻的时候 要淡化 而且不光只淡化 我不是刚才说了吗 当时那个中共的官方要求 在海外进行媒体播报的时候 不光只要淡化 而且要用中国官方 所允许的这个口径来说 那么之后他在播报 类似的这个啊 新疆维吾尔这个拘禁营的时候 他就把他扭转了一个态度了 他说啊 这个群体呢 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叫做把他描绘成为了啊 大获成功的职业培训和反恐中心 于是引来了 维吾尔人乃至是国际人权社会 人权组织的不满和抨击 但是这个还不算啊 另外这个CGTV啊 他曾经还播放过啊 就令人唾弃的 令国际社会唾弃的 这个电视认罪视频 当时啊 就播放了这个 英国的一个私家侦探 汉文的这个艺名呢 叫韩非龙 他当时被中共指控这个非法 这个获取还有售买中国公民的信息 当时啊 这个CGTN就播放了这个 这个电视认罪视频 那么这个视频 他就等同于就是这个媒体 是伙同中共在一起在犯罪 因为这种视频 是历来被国际社会 人权社会所唾弃的 因为这就是一种 漠视人权的一种视频 这就是漠视人权的一种行为 所以你看这个媒体 他就是彻头彻尾的一个 中共的官方媒体 这就跟现在啊 这个麻镜啊 这个台长所交代给 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备案文件 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不一样的 除了我们刚才怀疑的这个问题 他这个不承认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这个猜测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猜测 这个猜测可能 他所涵盖的信息就非常大了 就是2019年啊 1月27号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啊 他率领着这个政治局的一干常委 就去到了这个中共的第一的 这个党报媒体啊 党刊 人民日报 去进行视察 当时 这个习近平在人民日报视察的时候 这一次的视察 跟以往的视察是截然不一样的 因为这一次的视察呢 在跟人民日报的那些个采编人员 工作人员在进行这个会谈的时候 座谈的时候 一座就是四个小时 这相当于两会了 就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座谈 那这个当中他到底交代了什么呢 肯定就是跟这个中共的这个宣传 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当中习近平他主要是下达了这个有关于中共的宣传的一些调整的重大的方向和他的一些个命令 而在这个期间呢 我们看到 中共现在已经把这个宣传作为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例行 当然一直以来这个宣传在中共的这个职重当中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个媒体啊 在中共的体制内啊 他其实不是一个这个传媒机构 他不是从事传播的 就像当时这个央视的前著名主持人这个崔永元啊 在离开央视之后 有一次在华盛顿做演讲的时候就讲了 他说他做了那么多年的主持人记者 其实干的不是这个传播 是什么呢 两个字宣传 就中国的所有媒体 中国没有不是官媒的 只是分大官媒和小官媒而已 那么像人民日报 像央视 这就是大官媒 那么像其他的像省台 是吧 市级电视台 它是小官媒 那么有人说这个自媒体呢 自媒体你在中国 在那个图案当中 它的播放渠道是被官方所控制的 哪怕你个人制作的视频 你在家里制作的 那最后你要通过这个官方的平台 来给你播放 那人家不认可 你达不到这个官方媒体 这个宣传的要求 你是不能播放的 所以在中国没有非官方媒体 都是官方媒体 只是大小而已 只是主管的这个隶属单位不同而已 级别不同而已 所以那么这一次 外户习近平 是在加强这个中共的宣传 而且 习近平对目前这个中共的 这个宣传是比较不满意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目前的这个中国央视的这个台长 盛海雄啊 他以前不是做电视的 他以前是做爆媒的 而做这个纸张媒体的 所以在他上台之后呢 这个中国的领导人很有意思 某一个人做到了某一个岗位的这个头发交易的时候 他总会把个人的一些意识放在这个工作当中来 于是这个盛海雄就按照他个人做报纸媒体的这个思路 来做电视媒体 结果就变成了很多这种 假大空的 纸片化的新闻的宣传 所以习近平对于现在中国 从电视到爆媒到纸媒 他觉得很不满意 他觉得要改变这种宣传模式 那么正在这个结果影上 也配合上了习近平 要对中共的这个宣传 做一个大调整 于是乎习近平就把 这个麻镜 等人就召回中国去了 那么接下来首先第一 习近平一定是会换人 换一波新的人来 换一波现在 在央视当中从事媒体的人 更重要的是要换一波他放心的人 我们来说说这个麻镜 麻镜呢 他当年是在2012年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北美分台开播的时候 他给调人过来 但是他之前呢 在2010年的时候 他当时就是中央电视台 英文新闻频道的这个主要负责人 他当时就在央视工作 而且是主要的负责人 而当时选择 而当时选择让麻镜来担任这个北美分台的这个台长的是谁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当时的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叫焦力 而焦力是谁的人呢 焦力的靠山是李长春 而当时主管中宣部的就是刘云山 而李长春跟刘云山他们又是谁的人呢 是江泽民的人 所以当时啊 这个在刘云山在管控这个中宣部的时候啊 包括央视的一杆的领导工作人员也都是江派的嫡系 那么当时给习近平啊 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一些信息上的干扰 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明目张胆的在一些报道当中呢 是在对抗习近平 所以在中共十八大之后 习近平首先在中国的这个宣传系统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整个的文宣系统大欢喜 那目前中国内部的从中宣部到中国的央视 到人民日报到各个机关的这个党报 所有的这个体系已经全部换成了这个习近平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觉得是时候把这个海外的这些宣传 就是中共党媒宣传体系的人马也要换一换 于是乎这才有了这一次紧急的把麻镜等人给召回中国 重新换一拨人过来 当然换一拨人过来之后 第一是让习总安心 第二呢 也就是习近平这一次为什么在人民日报要那么长时间的跟大家去座谈 是因为他要调整整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宣传模式 尤其是海外宣传的模式 大家想啊 这一次美国政府美国司法部可以对这个CGTN 这个北美分台让他来进行一个外国代理人的一个登记 那么可想而知 以后就是中共任何以这种啊 成体系的传统媒体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宣传渗透的时候 同样会遭受到这样一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一个限制和要求 那是他可以查得到的 因为这个美国司法部这个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要求呢 只要你跟某个官方或者准官方的机构 是已经确定了有一个从属的关系 那么你每一年就必须向美国政府来提交 这一年当中就你的这个主体的这个政府 他向你下达了什么命令 你在帮助他做什么工作 那么这些工作对美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如果说将来中共的这个大外宣 还是以这种方式来介入的话 不论他以一个什么名字 不论他以一个什么样的头衔 来渗透到美国社会当中来 都会受到这样一步法律的监控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呢 要调整这个中共的这个外宣的这个策略 不走这个传统的媒体的思路了 那走什么途径 当然报纸是不可能的 但报纸他会保留 但是他不会把最核心的意识形态的这类的宣传 过多的放在明面上 免得招这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么这个当中 大家可以看看 我手里拿的什么 手机 现在已经进入了自媒体的时代了 习近平他也明白 他也会与时俱进 这中共是最愿意与时俱进的 当然这个与时俱进一定是要符合 他的这个政权稳固 符合他政权利益的 他才会去与时俱进 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就看到了自媒体时代 因为自媒体时代 他的辐射面广 如果说他要渗透性的宣传他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话 我们看这一次 他在这个人民日报 在开这个会的时候 那么长时间 目前这个媒体 所释放出来的信息 有哪些呢 就是习近平 他在这个当中 他讲了一些什么信息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习近平在这个当中 他特别强调了几点 就是媒体在宣传的时候 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要重视这个意识形态的渲染和宣传 而且他还特别强调了一点 强调了什么呢 要利用互联网信息 互联网网络的传播 来整合互联网媒体的资源 后面有一句 摸棱两可 说要让互联网这个世界 变得更加的清朗 这话好像是说 就是单单的让互联网变得更干净 少一些这个什么色情的暴力的呀 这样一些低俗的信息 让它变得更加的干净 是指的这个清朗吗 那一定不是 这个清朗指的就是说 要让这个互联网的媒体 成为中共宣传的一片新天地 一片新的天空 中共宣传将来会在互联网 在自媒体 这个方面 来架起一道新的 这个沟通的桥梁 而这个桥梁 它浮射面之广 它的这种影响之大 是大家现在已经可以预见了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使用 推特也好 Facebook也好 还是微信也好 大家都可以看到 这个自媒体带来的这种力量 更重要的是中共认为 觉得自媒体是最难监管的 自媒体是最难管控的 因为它当中的这个 可乘的机会太多了 监管难度是最大的 于是乎习近平就想到了 要利用自媒体来进行大外宣 如果说这个 因为马进讲了那么一句话 就把它召回去 这就显得太简单了 这就显得这个中共这个体系 太幼稚了 他才不会因为这么一句话 就把它给召回去 是因为他有更多的考虑 更多的思虑 而且 马进 他们这一批 被召回去的 这个CGTN的这个主管 大家看这个时间 很有意思 他们是在2012年的时候 开台的时候 就以这个工作人员的身份 就来到了美国 那么到今年2019年 这个时间很有意思 67年的时候 67年的时候 正好就是他们在美国的身份 的一个转变期 那么这个时候 中共把他们召回去 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不希望这批人 他们转变身份之后 继续留在美国 因为他们在执行中共的这个宣传命令当中 他知道的信息太多了 而这些信息呢 恰恰是中共不愿意 让他们将来 变更了身份之后 他就可以自由的去说 中共特别不希望 这些他们不愿意 让大家过度解读 过度了解的信息 给散播出去 所以在这个时候 赶紧的把这一批人 全部都召回去 这个时候就控制他们的 这种身份的变更 所以你看 在中共体制内部 不论你说话不自由 甚至有的时候 你的人生都是不自由的 你都没法决定你要说什么 甚至有的时候 你都没法决定 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生活 好了 今天我们节目就为大家 分析到这了 分享到这了 也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各位好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 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习近平本月末将访问欧洲 是否见方极客引起关注 请看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计本月下旬访问欧洲多国 计划21日到24日访问意大利 当地不少媒体 与熟悉中凡事务的人士都分析 届时习近平很可能 顺访位在罗马的梵蒂冈 与天主教皇方济各见面 针对此消息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 雷世盈回应时说 如果两人有机会见面 这当然是好事 有消息猜测 中国更希望天主教皇 前往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 而不是中国领导人 前往梵蒂冈会见教皇 据苹果日报今天报道 有消息指习近平月底访问意大利时 或会顺访教宗方济各 根据梵蒂冈官网 教宗除了在24日中午将主持 例行的周日三中金活动 21日到23日都有公开行程 为双方可能会晤 留下弹性空间 有多个媒体向教廷查询此事 但教廷官方尚未公开说明 意大利媒体ASK News日前曾报道 教廷外交部长盖拉格出席一项活动时 被问到教宗与习近平是否会见面 盖拉格当时表示 目前并不在教宗的行程上 但有关报道不久就遭下架 更引起许多猜测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上任后 曾多次表达希望访问中国 与中国领导人会晤 中凡去年9月签署主教任命协议后 双方正积极安排领袖会晤的传闻不断 去年10月 两位中国主教首度或政府批准到 梵蒂冈参加世界主教会议时 曾当面邀请教宗访问中国 熟悉中凡事务的专家表示 中国领导人正式访问意大利的时间 恰好都兼具10年 江泽民于1999年访问意大利 胡锦涛则于2009年 两人都没有会晤教宗 因为当时中国并不承认教宗 是中国天主教的领袖 教宗被认为是干预中国内政的外国势力 中凡专家表示 若此次习近平访议时 会晤教宗便印证中国已正式承认 教宗在中国天主教的领袖地位 意大利回绝美国喊话 继续与中国一带一路协议 请看报道 意大利副总理路易吉迪米奥星期天表示 意大利希望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计划 是为了促进意大利进口 而不是加强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同时意大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杰拉奇 星期一也表示 意大利只有在确认美国及欧盟 对一带一路的计划担忧没有依据后才会加入 与中国签署的协议框架将会符合美国和欧盟的标准 据路透社报道 意大利官员的表态是回应此前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奎斯 星期六对意大利准备加入一带一路计划的批评 上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 马奎斯对英国金融时报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有利 对意大利不利 该报指出 美国对意大利可能加入中国倡议非常恼火 并警告说该项目有可能极大损害意大利的国际形象 意大利副总理迪米奥还表示 意大利是美国的盟友会尊重美国的忧虑 但是中国市场渴求意大利制造的产品和技术 意大利总理孔特星期五表示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下旬访疫期间 可能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框架协议 尽管欧洲一些国家已经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协议 但是意大利将是七国集团主要工业国家中 第一个与中国签约的 华盛顿争论说 中国通过大规模经济上不可行的基础设施项目 令贫穷国家背上无法维持的债务 并利用这些项目进一步拓展中国的政治和经济野心 去欧洲但不去瑞典 中国游客的逆势选择 请看报道 据香港媒体报道 德国一个专门推广中国境外旅游的组织估计 中国未来五年内至少有2.5亿人次出国旅游 当中约8%至9%的中国游客选择前往欧洲 因此该组织的专家表示 中国已成为欧洲最重要的洲际游客来源 在众多欧洲国家当中 唯独瑞典的中国游客数目成跌 据东网近日报道 中国一名游客只遭当地警察虐待惹风波 由瑞典中国旅游人数逆势下跌 引起欧洲媒体关注 报道说联合国旅游组织资料显示 中国境外游客数目去年较前年增长了13.5% 达1.62亿人次 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中国出境游研究所指出 到目前为止 仅十分之一中国人拥有护照 该所负责人王立基表示 欧洲必须根据中国人的旅行爱好调整措施 最重要是促进签证方面的需求 报道说目前在欧洲 中国公民旨在塞尔维亚 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获免签入境待遇 自塞尔维亚对中国实施免签后 中国赴该国游客人数激增三倍以上 令当地旅游业又关注到了流动支付 对中国游客的重要性 报道称虽然前往欧洲各地的中国旅客人数 整体上升 但有媒体报道 去年第四季前往瑞典的中国游客数目 较去年同期减少6% 原因是当地去年发生中国游客遭粗暴对待 以及电视台播出辱华节目事件 惹来中国网民痛批 其后更发展成两国外交风波 8090后人生止步 爱塞俄比亚空难令人虚惜额晚 请看报道 爱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机 MAX客机空难 导致8名中国公民遇难 当中以80和90后占多数 花样年华就此写上句号令人惋惜 死者中包括33岁的国企才俊金野桃 据其朋友说他驻南苏丹以后 躲过政变 挨过瘧己 却逃不过空难 中国驻爱塞俄比亚大使馆透露 遇难中国乘客的护照出生地 分别显示来自浙江 辽宁 陕西 山东 天津 湖北 香港等地 有两名为联合国机构职员 其中一名来自香港 另一名来自中国 他们的年龄多为80后和90后 在这些年轻的遇难者中 包括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套设备公司 执教处处长金野桃 根据中国红星新闻报道 金野桃1986年出生 今年33岁 2011年硕士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 专业为航空制造工程 他在学校活动中喜欢参与篮球赛和唱歌比赛 毕业后直接进入中航国际工作 新京报引述其同事指 金野桃是公司的业务骨干 年轻 有过在南苏丹常驻经历 专业背景强 因而受到重用 金野桃所带领的团队 曾获航空工业青年文明号 个人曾获中航国际10家青年优秀员工 金野桃在南苏丹期间 曾经历过一次当地的政变 他生前在一个视像采访中曾艺术 当时保安被枪杀 整个人非常的震惊 害怕 其后他也曾在当地染上过瘧疾 虽安然度过多次惊险 却最终难逃空难厄运 意外中 另一名死者是浙江籍的21岁女大学生 她3月9日从上海出发前往爱塞俄比亚 计划与男朋友去肯尼亚看场景录 据了解 女生是家中的独女 父母获悉死讯后伤心不已 女死者的同学则透露 生前正在读大学4年级 1月份刚完成论文答辩 将于今年夏天毕业 因为课程已基本结束 她和同学们都处于找工作阶段 女死者的微博也显示 她于上月26日发布一张关于长颈录的介绍照片 并写到下一站 似乎期待着今次非洲之旅 不料最终悲剧收场 崔永元神隐多日现身股玩市场 晒时话时说 遇事继续爆料 请看报道 深陷舆论漩涡的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 9日被目击现身北京股玩市场 据她上次露面约10天 次打破有关其失踪被调查的传闻 据称她气色不错 似不受卷宗事件影响 同时 她10日也在推特发布照片 实话实说 引发外界 对其是否又要大爆料的猜测 有网友晒照片显示 崔永元9日出现在北京琉璃厂股玩市场 在某股玩店购买了两幅清代金具用响板 网友并称 崔永元精神气色不错 照片显示 崔永元戴着帽子站在谷玩店里 与有人侃侃而谈 不时面带微笑与人合影 不过该组照片已被删除 报道指出 崔永元此次现身也打破失联传闻 崔永元上次现身是2月28日 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陈文生到崔永元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调研指导工作 次日 中国传媒大学官网发布这一消息 崔永元也在微博表示 这学期我有两门客 还要筹建一个学院 但3月1日中午 中国传媒大学官网的消息 及崔永元微博已被删除 崔永元主要是在中国官方将最高法院卷宗丢失案定性后 外界十分关注他的踪迹 猜测究竟是否会被带走调查 崔永元曾于2月22日在推特发表黑屏图片 以暗指案件另有内幕 随后他就在网上消失 并被网友认为其被失踪 被调查 就在昨天10日 崔永元在其推特上上传两张照片 照片内容是《实话实说崔永元2019年3月9日》 崔永元以敢言著称 从2018年开始 先后曝光中国影视圈阴阳合同 检举上海警方不作为 曝光中国最高法院卷宗丢失 为此他得罪了许多权贵人物 有分析称 崔永元首书《实话实说》遇事 以后继续揭露社会不公 民调显示 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下降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美国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发布一份民意调查显示 对中国持好感的美国人比例达41% 最近一年 这一比例明显下降 2018年 美国人对中国好感度达到53% 2017年为50% 而目前的好感度相当于2012年的水平 根据社会学家的数据 对中国好感度最高时期是1989年72% 好感度最低时期是1997和2000年33% 民意调查结果表明 美国对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担心与日剧增 目前46%的美国人认为 中国经济实力对美国构成威胁 2018年持有这种观点的美国人比例是40% 这一项民调于2018年2月1日至10日 进行超过1000名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参加了调查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穆子 谢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带您回顾稍早的中国新闻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昨天发表最新的对台谈话 他强调对台湾只要能够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 另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演说 高调痛批中国农业以及食安的问题 美国政府对中共的警惕还没有松懈吗 还有中国的维稳费超高 有政治评论家就认为 这表示中共的监控无所不入 面对美中贸易战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敦促北京遵守谈判承诺 否则就会再重启关税 不过环球社评说 中国已经交出优秀的答卷 马上进入重点新闻 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心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即1月发表对台的习五点之后 现在又有最新的公开涉及台湾的谈话 他昨天在全国人大福建团组中 表示对台湾同胞要以视同仁 继续推出会台立民的措施 像是要努力把福建建成是台胞台气登陆的第一家园 习近平就强调 两岸要应通尽通 只要能够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 综合媒体指出 每年全国两会都是中国释出两岸关系讯号的重要时机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昨天下午到全国人大福建省代表团会议 提及对台工作想法 再度提及对台新四通 并且表示要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两岸要应通尽通 提升经贸合作畅通 基础设施联通 能源资源互通 行业标准共通 努力把福建建成台胞台气登陆的第一家园 习近平强调要对台湾同胞一视同仁 要在对台工作当中 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听取台湾同胞的声音 像对中国百姓服务那样造福台湾同胞 要研究还可以推出哪些会台立民的政策措施 加强两岸交流合作 加大文化交流力度 只要能够做到的都要尽力去做 习近平不同一月所发表对台的习无点态度强硬 这次全部从软的一面出发 没有再强硬喊话 对此截至明镜截稿之前 台湾尚未有任何回应 继续我们来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在爱荷华州发表演讲 主题是围绕在美国农业食安的议题上 他谈及了美国的农业与创新 不过也提到了中国当局 窃取美国种子以及农业技术 甚至是不重视食品安全 使美国与中国人民受害 蓬佩奥的演讲内容在网络上公开之后 引发舆论界的关注 综合媒体指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在美国重要的爱荷华州 发表了长篇演说 演说题目是美国的农业代日益繁荣 美国驻中国大使官方网站 刊登了蓬佩奥这次讲话的全文内容 蓬佩奥首先不点名地提到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 以及习近平数十年前曾经先后访问爱荷华州的往事 他称赞习近平与州长建立其友谊 而今天川普总统在与习近平来往的时候 就是正在致力于确保美国政府 能够正确处理这个重要的关系 不过接着蓬佩奥不讳言地批评中国 指出习近平父子当初并没有接受爱荷华州农业成功的原则性要素 也就是自由企业以及辛勤的工作 中共政府推行由国家主导的一整套经济行为 以强硬手段让政府对经济指手画脚 必然导致生产率下降 创新停止 人民生活日益困苦 同时中共也违反自由市场的原则 以及公平竞争精神的做法 窃取美国种子以及农业技术 对爱荷华州全体民众艰辛努力 所创建的美国农业生命力构成了威胁 蓬佩奥说 中共利用关税壁垒以及非关税壁垒 阻挡美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使美国无法在公平以及对等的基础上来竞争 蓬佩奥还指出 到现在毒奶粉 冒牌商品以及产品 过度使用杀虫剂 地勾有的问题 还是继续在中国存在 有舆论认为 蓬佩奥如此高调的批评中国 显示出美国政府强硬派 对中共的警惕并未松懈 另外我们来关心 中国的维稳费支出 会反映出监控程度吗 根据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 中共今年花在公共安全支出 也就是维稳费的支出 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 等于是1.39兆元人民币 比公开的军费还要多 对此呢 郑平家林合力就在报社的一篇文章当中指出 从这些支出数据清单来看 显示中共警察国家的机器无孔不入 根据自由时报指出 郑平家林合力在香港苹果的一篇文章中报导指出 在官方报告当中 维稳费支出是1,797.8亿元人民币 仅仅是军费预算1.19兆元的15%左右 不过另外有中媒提出的图解国家账本数据 指出实际支出是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 5.9%也就是1.39兆元人民币 比公开的军费还要多 林合力就认为 维稳费可以说是主要用来建构世界首屈一指的警察国家机器 目的是维持中共作为中国永久执政党 以及习近平有生之年作为党的永远核心地位 他们用高科技防控机器 可以对所谓新黑五类分子 包括意见人士 维权律师 公寓领袖 地下宗教人员等等 进行24小时的监控 从支出就可以显示 中共警察国家机器如何无孔不入 举例来说 除了一般所知道的街头摄像头监控设备 中国各大小城市 近年发动人民战争式的治安志愿者组织 这些俗称民间业余间谍 负责向公安单位通风报信 志愿者除了有车马费之外 提供猛料的情报的 往往都还可以拿到几万元的奖金 这些费用基本上都是由地方政府 以及公安来分摊 另外像涉先将与西藏的集中营 以及洗脑基地 中共所需要的费用支出 也必须以数十亿元来计算 有些甚至超过公开的维稳费数据 没有公开 其他的还有由企业来负担的维稳经费 透过企业来监控人民与世界 还有关于美中贸易战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 昨天证实川习会的时间还没有敲定 警告北京还是得要遵守贸易谈判承诺 否则就要重启关税 不过中国鹰派媒体环球网 也刊登社评来表示 总体而言 中国已经交出了应对美中贸易战的优秀打卷 根据中时电子报指出 中国鹰派媒体环球网昨天刊登社评 指出中国经济去年保持基本的平稳 特别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了下来 金融形势总体是可以控制的 如果换成是任何一个国家 面对被美国盯着制裁 货币汇率都可能会跌掉一半以上 但是人民币显然是经受住了考验 总体而言 中国交出了应对美中贸易战的优秀答卷 社评还指出 现在并没有美方态度发生突变的理由 中美在谈判最后阶段的心理态势是平等的 对中国来说 人民并不会产生太大的期望落差 对美国来说 社会对将达成协议的预期比中方更是强烈 一旦谈判破裂 痛苦与代价恐怕会更大 不过根据中央社的报道指出 白宫方面 美国国安顾问博尔顿今天证实 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川习会 时间尚未敲定 贸易谈判仍然是有许多工作要做 他警告如果中国不履行承诺 美国当然可能会重启关税 博尔顿说 长期来看尤其是如何确保协议执行 解释中国是否兑现承诺 是美国的谈判目标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我们为您整理的中国简报 根据中央社引述中国媒体指出 伊索比亚航空公司一架飞网 奈洛比的波音73G MAX客机 昨天失事坠毁 机上157个人全数罹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0号就表示 有8名中国公民罹难 其中包括一名香港居民 中国要求伊索比亚方面 尽快查明事故的原因 并且做好后续处置 除此之外 中国民航局已经下令 全面暂时停飞同行的飞机 苹果日报指出 一名英国金融时报 驻中国记者汉考克 近日在推特上发文 指出外国记者在浙江代表团会议上 全被禁止提问 不过事后他发现自己屡次举手的镜头 竟然被中国官媒央视擅自使用 拿去营造外国记者踊跃采访的形象 知情人士以及香港媒体就透露 获得点名提问的都是官方案中指定的人选 所提的问题也要事先通报受访者 所以两会中的媒体采访环节 实际上只是一场问答秀 苹果日报指出 中国羽球女将贾亦凡昨天与陈青城搭档 在全英羽球公开赛当中击败日本 不过有网友发现 贾亦凡的球鞋上竟然印着中国竞技小熊维尼的图案 在PTT实业访发文 引发网友纷纷留言说我们怀念他 还有人说把习近平踩在脚底下是何居心呢 一定要演办 有网友也说贾亦凡要被消失了 中国两会正在如火如土的举行 场边采访的记者媒体们却传出受到差别待遇 中央社整理报道指出 香港明报以及新岛日报不约而同的抱怨 两会保安太严格 北京饭店不开放地下大堂给记者等候 使得媒体很难跟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接触 即使有小组开放活动 记者也无法凭证进入 只能靠助力的新闻联络员来接送 才能够进去采访 不过呢严格的保安规定似乎只限境外媒体 同样的情况 中国记者的车却可以直接开进去 让这两家香港媒体大呼两会的不公平待遇 好 谢谢您收看中国新闻